主席 好 冷月遊戲 天天開心 好 冷月遊戲天天開心 天天開心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遊戲頻道 沒有錯 我們今天再來玩這一款 叫什麼來的呢 超能英雄吧 好像是 那原本我以為啊 它是跟那個什麼群星Jump一樣是MOBA類型的混鬥遊戲 那後來我才發現 他既然是那種 啊該怎麼說 換皮類型的 推官手遊啊 所以著實讓我有一點稍稍的 失望了一下下 不過這遊戲名字叫啥我自己也忘了 反正不是太重要啦 然後到時候我會在 標題上給他打上一個正確的遊戲名稱 反正他就是一個 換皮類型的遊戲 那我覺得跟之前那個 那個什麼 Jump出過的一款那個推官手遊有點類似啊 那他們廢話不多說直接進來看遊戲的內容吧 那我必須要說他整體做的就 非常的普通這種超常見的界面 一個主角色一堆的東西在 右上角 隔壁就是一些小東西 然後再來主要關卡推官公會啥都放在這裡 底下則是一些夥伴什麼之類的 那基本上他都 完完全全就是模組之類似的啦 那俗話說的好 我們呢玩這種遊戲一定先來看他召喚的特效 那一般的金幣召喚是沒特效的 而我們的十連抽就正常的十連抽才有特效 然後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來給大家看一下他的特效吧 那特效講真的啦 做的也是真的是有過爛的 哇好爛喔 那必須要說他初期開放的角色超級少 SSR加指開放四隻 也是我們 墮雞齊牙跟木劍八跟朽木白齋 那其實講真的啦 他目前裡面有的遊戲大概有什麼 獵人嘛 鬼滅 然後死神 然後我們 那個 EVA 然後那個 拳皇 然後那個什麼來的 欸那個什麼 突然就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欸 虎藏那一部叫什麼 咒術迴戰啊 對啊 咒術迴戰啊 然後北斗神拳犬夜叉 然後那個什麼 聖鬥四星矢嘛 然後那個腰尾 油油白書 然後我們的七龍珠經典 然後我們的七龍珠經典 然後左眼的夏娜 韓海王 啊剛練剛才有講過了嘛 然後瑞琳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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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的火影 啊基本上他給的 角色的方向算多 那如果你看他封面那些角色的話 基本上還是會有更多的 但我必須要說這款遊戲講真的 因為我不確定他到底有沒有買到 所謂的官方的IP 所以我覺得 主要就跟他拍出來講一下說這個遊戲 有這個遊戲這樣而已 那講真的啦 冷月是一定不會去玩下去的 因為我覺得這遊戲 是真的真的太普遍了啦 然後加上對我來說 我沒辦法確定他是不是正版的遊戲 所以我知道 就一樣拍給大家稍微聊一下這樣子 好那麼就來稍微的看一下他戰鬥的一個方式吧 現在看有沒有可以升星的 羈絆來了 好嘞沒有可以升星的 欸有欸 這什麼 扭轉之力 啊這也有 好那這遊戲呢 講真的啦 他很多角色其實他都是可以往上再升的 像我們看一下這邊 培養不是培養 對培養 神器的部分 他有血像我們的草替劍 培養完成之後呢 佐助會變成SSR加的角色 然後鬼武牽之血 培養完成之後 我們的Nesco會變SS加角色 然後像這個都是沒有的 然後這個 代理死神培養到完成之後呢 黑棋戶的暴擊強度提升10% 然後白眼培養完成之後 日向除田的資質會變成SS加 SSR加 好那麼就來給大家看一下關卡是怎麼玩的吧 來吧 沒錯 最基本的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 然後底下有這卡牌要你算能量 講真的 乍看之下會覺得說 哇靠 他玩法好像很不一樣 但講真的啦 基本上AUTO一按就沒事了 他有很多的訓練喔 包含什麼你要怎麼樣牌會回血 以及什麼樣牌傷害會比較高什麼之類 他其實都有 可以在我們的那個什麼技術學員裡面也看到 這邊都有 包含什麼能量會比較多啊 然後那個傷害比較高啊 然後像這瑞利級也是提升傷害嘛 這是回怒會回比較多 然後這是大招傷害 然後這是控場驅散 這會回血 然後這會有額外的連擊效果 基本上他的每個連擊搭配都是有一定效果在的 但我自己覺得啦 效益就 除了回血那個我覺得有點意義之外 其他的我覺得都還好 然後講真的他的SSR加角色有夠難抽 而且他還有身心的問題喔 他不是抽到就沒事了 後續還要身心啊 你身心除了要自己的碎片之外呢 還需要心魂 心魂是要靠其他人的碎片或萬能碎片來 給他的 所以必須要說這個遊戲的身心他的難度也是比較高一點的 然後再來進階嘛 基本上所有遊戲都有的 然後我們的技能一樣都要升級 那技能的話他就比較好一點啦 他就是時間到位給你技能點 你就可以直接升級這樣子 然後再來你的 星數越高 守護星座等級就越高 那強度自然就越高啦 然後這遊戲除了一些基礎的 角色素質之外 他一樣有裝備 裝備要農這些東西 來給他做一個身心的作用 升級的作用啦 升級之後才會有額外提升的素質 然後你一樣要靠扭蛋機獲得金翠石來幫你的裝備做一個身心的效果 那你裝備的那個 加成會稍微高一點 那後續呢還要靠金翠來做一個 裝備的提升 像這個其實就類似什麼 一拳超人那個專武系統 你要拿到他一樣的專武 然後專武拿到之後呢 會提升他的招絕技效果 大家看這邊會有提升他的超絕技效果 會不會 原本是提升一層鬥氣變兩層 然後鬥氣的提升效果提升 跟孫悟空對主目標的追擊效果提升 那講真的啦 達爾這個角色 課長玩的 因為他要搭配孫悟空來玩 那如果你沒有孫悟空的話呢 其實講真的 他的效益就很低了 然後主要主要啦 就是主武器 就所謂的戰鬥 戰鬥武器的部分 才會有所謂的 技能上的強化覺醒這樣子 像這個 金翠木葉護額超絕技覺醒為 雅思納護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雅思納 他跟佐助什麼關係我也不曉得 反正就是額外的所謂的 專武提升的概念 而且每個人都有 大家看到每個人都有 就算你只是最不起眼的 阿卡 一樣都有 好 那我們再來的話呢 因為講真的其他任務 他的東西真的超少的 就是一些該有的都有啦 我只能這樣講 該有的都有 那玩起來的話 如果你對 這些東西有愛的話 我覺得玩起來應該會不錯啦 但因為個人講真的 我實在是不太推薦大家玩這種 我也不確定他到底是不是正版授權 因為我還沒去查 我只剛好看到臉書廣告多到在洗版 我以為是MOBA類型的遊戲 所以我想說就來試試看 後來才發現我還是繼續等我的群星撞跑了 那這遊戲就先 一樣給大家介紹一下吧 只能說啦 圖面上畫的跟 廣告講的跟實際上想像看到出來的東西差很多 那麼廢話不多說 在最後的這一刻呢 我們一樣就來把鑽石抽光準備退坑吧 來啦 現在多少 5200嘛 然後這個什麼 有東西就把它搶一下 來我們來把鑽石抽光吧 一樣來召喚好了 欸不對給大家看看扭蛋機 扭蛋機就可以抽到這些精脆之類的 那這應該之後可以裝在那個 角色身上的啦 我覺得 然後他的裝備部分 他可以拿到這些這些東西 就是給我們的 角色的裝備做一個進階效果的 好那廢話不多說來個5404來抽一下吧 登登登登登登 從來攻擊扶持 啊好爛喔 好那抽完之後呢 廢話不多說還是來召喚吧 看嗎機會SSR加啊 希望有機會啊 至少退坑前讓我出一下吧 啊靠 夭 夭壽喔所有人就來叻 根目劍八 帥氣啊劍八來啦 喔呦你看果然啊抽到這種SSR加一定就馬上給你跳一個這個 然後讓你去那個 那當然我們這時候就是把我們的一隻角色換掉吧 他是防禦型的 我們換誰啊 SSRSSRSSR 那我們就把 把他給重生掉好了 羅賓再見 掰掰 然後換上我們的根目劍八 然後這遊戲沒辦法長按身心的真的很爛 欸那其實可以啊 對啊不行 好來啦劍八來吧 然後進階一波 直接把他衝到藍的 帥氣藍的然後身心沒辦法升 技能全身 手無形狀沒辦法升 好OK 裝備一樣來吧 來吧升一下升一下 想不到說SSR加馬上就來SSR加 這真的是有點 不過講真的他想要阻止我退坑沒門啊 不過講真的他想要阻止我退坑沒門啊 因為講這遊戲我覺得 我就算真的認真想玩我應該玩不久啊 如果看到他出SSR加的份上我們還是在給他多體驗個幾秒鐘吧 好升到頂就先這樣了 素材其他都沒了 然後再來布陣 讓我們的劍八上場 帥氣啊前排三個坦克來了 名測部分劍八來了 好那我們就 一樣繼續抽 來 鑽石十連抽看有沒有機會再出一張劍八 相極是我七善意 再來一次 來 除看有沒有機會出個劍八 相極是 好都是垃圾 講真的啦他抽了 200抽 才有機會從這四支裡面選一個 我自己是覺得有點 有點爛啦 等於200抽就保底那四支其中一支 這機率是真的有點有點低到靠北這樣子 好那麼戰力排行業往上跳了一點點啦 那我們最後的時刻來看一下 換上SSR加打競技場會不會稍微強一點吧 看一下有沒有辦法打競技場 來 來 7000多 不對 布陣先來一下 一鍵布陣 保存 我們要有沒有券有吧 應該是有了 來看一下位子帥呀 劍八 劍八來吧 劍八也都不出手 沒有他的牌 劍八的出來單純挨打的 來看看可以跑到多少吧 最後的時候 哎呦一萬四一萬四打不過 有了 那八千多還是可以稍微打一下的 畢竟只是電腦 好像傷害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痛呢 來試試看打一萬三的一萬三的有沒有機會 喔唷對方好強啊 但對方沒有SSR加我們有啊 算戰力差了一點那我們有SSR加看一下強度如何 劍八開大招啊劍八 劍八開大招啊劍八 看下去 傷害太癢了吧 好吧這遊戲果然還是那個 戰力有差啊戰力有差 可是這沒道理呀 為什麼戰力有差那麼多 他的心速都比我低耶 然後他戰力 他戰力可以贏我 太扯爛了吧 好那我們最後的最後就這樣吧 就用這個結局劃下一個據點為這遊戲劃下一個據點吧 那也在最後一個抽到SSR加2啦不錯啦 至少不錯啦 大概120抽出一支嗎 還OK 還算是一個可行的結果 好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準備結束囉 那希望我的影片記得點贊訂閱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冷月說的 歡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會一一回覆你的 冷月遊戲天天開心 就讓我們 下一支影片 再見囉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